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以及在今天非常精彩的大陆外长王毅 他的中外记者会 这两位都有分别 这个相当重要的谈话 值得来剖析 那么首先当然我们要来从 这大陆的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两位当中这番重要的谈话 到底该怎么看呢 因为我想最近大家对于 这个两岸的关系非常的关注 所以他的对台相关的谈话呢 也就格外受瞩目 这是在昨天他去参加全国政协的这个会议 有面对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联组会 结果提到两岸的时候 关键字来了 要壮大反独促统力量 共同推进中国和平统一进程 有注意到了吗 和平统一不是只讲统一 而是和平统一 他甚至也说了该从哪一些领域来做交流 并且还特别要民革积极有作为 并且呢要集团结海内外岛内外一切可团结的爱国力量 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 而后来呢 当然我们也看到的在今天大陆外长王毅 其实也有说到要尽最大的努力 以最大的诚意来推动什么呢 和平统一 所以和平统一本来从李强的工作报告 我们没有听到 但是呢却看到消失的两个字回来了 从习近平的口中说出和平统一 该怎么来解读呢 请教赖老师 我们当然都主张两岸一定会统一的 而且也一定会走向统一 我们只是一直渴望 期望是用和平的方法来达成统一 这是一个是需要两岸的所有的朋友 大家有智慧有耐心 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析 寻找最大的一个共同点 这是要走的路 我觉得习近平这一次到这个政协 我们都知道政协的性质 跟人大的性质不太一样 政协的性质 它是中国大陆的各党派 还有各界别 他们选出来的代表所组成的 所以它是一个政治协商 这样的一个会议 这有历史渊源的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那当然基本上 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员 他们是各党派 那特别针对于民革 民革是我们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后来分裂 中国国民党其实分裂了很多次 但是最后一次的真正的分裂 在台湾是另外说的 在大陆最后的一次的分裂 就是有一部分的人 他们是留在大陆 没有跟着蒋介石过来 例如说宋庆龄为主的 为首的 因为宋庆龄是我们 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 那么孙中山先生的遗孀 那他有一部分的人 是留在中国大陆 那跟着蒋介石来的 是另外一部分的人 还有一部分像李中仁等等 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海外 所以国民党的人 事实上是散布在很多地方 那他们也从事了学术的 然后各种各样的行业 我觉得习近平跟民革讲话的时候 他希望说你们要把定位 把它找出来 然后呢 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 那也就是说 大陆的国民党可以跟台湾的国民党 可以团结可以合作的 还有联合国外海外的国民党 都是可以团结的 那在座谈会里面 民革的一些代表 他们也谈到说 两岸的生产链的融合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在台湾的工商企业界 有很多的企业组织 有的是从上海过来的 有的是从大陆过来的 他们背景里面 有很多都是跟国民党是有关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习近平是希望说 他们也都能够在 两岸的这个统一的进程中 能够扮演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但是针对于这个政协的会议来说 他就用和平统一了 那人民大会审查的是 政府的工作报告 那政府的工作报告中 政府本身的资源 就不会只是和平的手段 它有包括经济的 有包括财政的 例如说财政的 可以在税这个部分去处理的 经济的可以在限制 一些产品的这个部分 或是放宽一些产品 来做一些动作的 然后还有外交的 像王毅他所负责的 那么在海外之间打击台独的分裂主义的 那当然还有军事的 所以在政府的工作报告中 他们把和平统一拿走 那也就是说在政府的这个部门里面 他们对于台湾的统一这个部分 没有框架了 是比较自由比较灵活 但是政治协商里面 主张的是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 好 不过当然我们看到 这个在才听到这个李强这么说了之后呢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习近平 那么他这么一讲和平统一 那当然呢这个习主席说了算嘛 这个蔡委员 所以呢这个可能本来很担心 是不是两岸关系更加紧张 所以大陆的这个调子就变了 那现在还是听到和平统一 还有包括王毅也有和平统一 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后 是不是相对能够比较能安抚民心 那此外呢 那另外我们看到这句话 是不是也是讲给美国听的呢 否则的话 这个是不是美国可能就会借机 在这里呢 找个机会 然后在这边就说 你看你看这个中国大陆 是不是要挑起战端啦 是不是可能两岸的 就更加的紧张了呢 给美国一个借题发挥的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要赶快定调 讲出来和平统一呢 蔡委员 李强在讲和平统一的时候 跟过去不一样 把和平拿掉 他是刻意的 有意的 故意的 就是传达一个讯息 就是说以目前 中美的架构 以及美国操纵台湾内部的 状况 以及台湾的内部的台独势力的成长空间 这个时候 硬要在政府文件里面讲说 和平统一 好像不太现实 因为和平统一 到底是目标是和平还是统一 这个不科学 要统一是目标的话 就可能各种方法都会有 有和平的 准和平的 半和平的 这个全和平的 目标是统一的话 各种方法都会有 所以只限制一种和平的路径 才可以达出统一 明显的不科学 中国历史上 有和平统一的历史吗 有啊 有没有非和平统一的历史 更多啊 那美国呢 也是一样 美国南北战争 就是最标准的无力统一啊 南方想独立 北方不让他独立 用很惨烈的战争 来完成这个南北统一啊 那为什么第二天 习近平马上要修改一下 他是用口头的方式来诠释的 王毅也是用口头的方式 不是一个正式的政府文件 这个叫做安抚 就是我暗示 不同意的话 就可能不和平 以目前的两岸的 平常心讲 用和平的方式来达到同 也叫原目求宇 美国是一个很大的高山 台湾的台独内部呢 又很大的高墙 高山加高墙 你要用和平统一 绝对不可能 以目前的情势的判断 你说有任何迹象可能吗 不可能 台湾也不可能产生什么 政治势力跟你大陆去谈 和平统一啊 那个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国际上会担心说 你是不是要在 俄乌战争 以哈战争 吃外另辟战场 所以当有国际上回应的时候 习近平出来讲这番话 而且讲的对象是什么 有民革在这里面的一个场域里面 鼓励民革要来推动 所谓的什么台湾的什么 我没有习近平主席那么乐观 第一个民革跟国民党是左右分类 这个国民党左派就是民革 国民党右派就是蒋介石这一派 那左右分类斗争的很激烈 很多人就莫名其妙牺牲了 举个例子 卢州李友邦将军 是黄埔军校第二期的 孙中山的这个会长喜欢的地址 毕业了以后 蒋介石当权不受重用 还被关了好几次 最后在台湾莫名其妙被枪毙 那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啊 他是国民党左派 那国民党左派最经典人物是谁 廖仲凯 廖仲凯 所以有这么一个很复杂的历史 你说鼓励民革可以在台湾发展什么势力 我认为是根本做不到的事 但是他可能有所期待 或者用这个方式去安抚 大陆上很多主张统一的人士 特别是民革 民革在主张统一的这一块里面 走得稍微比较近一点 他用这方式来鼓励他 但是我们觉得观察国际局势 或者两岸的发展 中美的关系的时候 你光从他的文字 光从他的言语 这个准确度会不好抓 要看整个态势的发展 他今天讲和平统一 然后也许明天发现了 这个方式行不通 你惊吓海域的撞船事件 你这样处理 未来还有什么事件 你这样处理 那大陆的对台湾的敌意 不断的上升的时候 你这个作为一个执政党的 中国共产党 你要怎么去回应 说不定有人会指责你说 你就是 没办法用理性跟台湾沟通 最经典的是 复旦大学的教授 审议那篇文章在大陆 转载的量 吓死人了 他说 如果跟台湾讲道理有用 今天两岸问题 不会这么复杂 这句话是打动了很多大陆上 这个涉台人士的 内心的很深层的那个忧虑 那不管如何 那今天就是美国因素怎么处理 台湾内部因素怎么处理 光以目前大陆上讲的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原则 他只提示原则 未来的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好来那我们看看 这个请教一下 老师王毅呢 那当然今天他就是中外记者会 其实呢 他特别强硬的重申 陆方反对台独的立场 他强调台湾的总统大选呢 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选举 而台湾内部谁搞台独会遭到历史清算 迟早会看到国际社会支持一中原则的全家福的照片 而且他也说台湾岛内谁想搞台独必然会遭到历史的清算 你看他一方面诉诸国际 他说其实现在国际社会就是支持一中 所以他认为说 仍然还是可以有寄望于未来 看到所谓这个一中原则 支持一中原则的全家福照片 不过他因为他谈到就是说 那在这一次他特别针对这个反对台独的立场 你看他这次的说话 在这次谈到对台相关的谈话 是否跟过去相比有更加的强硬呢 我觉得基本上 我觉得北京的立场还是很清楚 还蛮一贯的 不管在字眼上 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讲主国统一 有时候讲和平统一 但是基本上是反都促统 而且我觉得这几年特别强调是反对外在势力的介入 反对外在的干预 因为对北京立场而言 这个他们讲统一认为最大的障碍 当然是现在估计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力量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重大的考验 我觉得基本上他的大的方针性没有任何变化 那比较一些精致性的一些插尾可能在用字潜似方面 我觉得这点要注意 那最重要我觉得还是美国的因素 因为美国因素 美中关系 为什么台湾议题这几年这么能够浮上台面 我觉得重大的一个背景还是美中在限于战略竞争 那在战略竞争的这个态势之下 对美国来说它很自然 我们可以看到等一下提到国会议员 美国的主要的政治人物 而且是跨党 不管共和民主党党就会把这样一个 跟中国大陆长城竞争的心理 投射到对台湾议题的关注 有老师讲的这个就是像麦考尔 已经在预告了嘛 520要来参加这个台湾的就职典礼 不意外 这是回应王毅吗 那等于就是说 您就说这个台湾的选举 其实是中国的地方选举 那我就来参加这个就职典礼给你看 这是一个表态 对我觉得是个表态 因为麦考尔其实他去年4月份有来 那时候当时大家也非常关注 他现在是共和众议院外交委会的主席 对共和党籍来自德州 那基本上他是非常典型的一种 对中强硬派的国会议员 那所以他这一次 但我们外交部还没有正式 但是89不离时 他应该会像上次4月份 去年4月份 率领是跨党派的国会议员 那么类似像这样的 在520前夕 还会有更多的美国国会议员表态 意思是说 不管中国大陆你讲如何如何如何 那台湾议题我们关注 我们非常注重 就是看起来就是这个针锋相对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因为去年这个麦考尔来的时候 其实北京也宣布说对他制裁 包括说资产冻结 还有禁止入境 那其实这方面 其实我认为了北京的一些 所谓的制裁的作用 可能还是有限 因为像这样的国会议员 他可能根本不会去中国大陆 可能根本你也没什么资产 让他去做 应该也去不了 去不了 所以这就是北京的这个手段 工具箱里面可能有限 但象征意义比较大 那因为这样的议题被中国大陆制裁的 美国的国会议员 三中两院两党 应该还不少人 那我要讲的地方是 美国国会大概代表是一般的 美国的民意 我觉得还是要跟美国的行政部门 要做一个稍微的切割去做处理 行政部门基本上 尤其是这样的拜登 他处理这个美中关键跟台湾一体 还是比较有他的一个小小的敏感度 跟他的一个政治的敏感性在 那但是国会议员基本上大开大合 他认为他反应的就是民意 那甚至说要塑造强硬的 那种选民的印象 能够在大选里面 在民意支持度里面 他能够得到一些先计 得到一些好处 我觉得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地方 对当然这个是美国国会议员 他的立场表态好 可是事实上呢 现在中国大陆也要知道 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性 因此呢 其实也积极的包括用英文的宣传 对外的宣传 甚至呢 尤其还有跟外国媒体的这个记者 当你看到呢 在今天这个中外记者会当中的这一幕 其实真的算是蛮有趣的一段插曲 因为呢 当时在记者会上 这位杜拜中阿卫视 这北京特派记者 他在现场问到王毅 说新时代中国故事亮点是什么呢 外国记者在讲好中国故事上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王毅就肯定了他这个问题 觉得他问得很好 而且呢 大家比较没有想到的是说 王毅说我在短视频看到过你跳科目三 你还继续跳吗 就是这一段 在2月2号那个时候呢 是大陆外交部跟一些记者的联谊 然后这个场合上面呢 这位外国记者 他就看到 跳了这个科目三 这是刚刚的这个照片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位外国记者呢 他呢当时呢就有特别在跳这个科目三的这个画面 来那么呢这个现场 来我们请你导播play一下 给我们看一下好吗 重要意义 外国记者在讲好中国故事 你是跳科目三的小伙子吧 我在短视频看到过你 还得继续跳吗 好我们看到这台下的发言人化春莹啊 那么他其实也在看了一边看一边笑觉得非常的逗趣啊 后来他跳完了以后化春莹还跟他握手说你跳得很好啊 非常肯定他 然后结果今天因为被王毅外长一点名啊 结果这个记者呢他后来啊就对着镜头说 真的好兴奋啊 这辈子值了 这辈子值了耶 嘿賴老师 你知道这个事实上呢 当时有多少的外国记者都看到了呢 那这个时候大家会怎么想呢 很红啊 因为王毅的记者会你看挤爆了 这个中外的记者都挤得满满的 都很想很多问题都想请教 因为都想知道中国的对外的政策嘛 中国大陆已经是一个世界一等一的大国了 目前来讲让美国人感觉到胆战心惊的 也就中国了 俄罗斯美国已经没有真的那么看在眼内 其实现在美国嘴巴讲的想的上上下下 怎么样讲的都是中国 从大年初一讲到这个第二年的初一 也还在讲中国 那这样的一个大国 他目前来讲在国际间的影响力大 然后所以他的一个外长的这个记者会 当然就引起这个爆满 然后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 那你想一个记者能够被点名 而且能够提问 而且呢王毅表明的就是我记得你 那就代表说他们有在看这个视频 然后他们的这个外交部跟这个中外的记者 在联谊的时候 那他们本身有参与 所以这些讯息 事实上有回报到上面去 对 那黄春莹这样的一个发言人也称职 也把当天的气氛什么的都有往上传 而且很显然就是王毅外长的记性 也真是挺好的 确实是很好 当场可以点名 对我觉得确实是很好 而且基本上来讲功课也做得很足 然后很快的就拉近了这个距离 那你想对于很多记者来说的话 谁不想在国际间露头脚 那如果说能够被这个一个很有影响力 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 那么被他所记住所回答 那对他来讲 当然每个记者都很开心 别人也会很羡慕 我们来看看这个王毅四问美国 他提到的是 美国如果总是说一套 做一套大国的信誉何在呢 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 这两个字就紧张焦虑 大国的自信何在呢 美国如果只让自己保持繁荣 不允许别国正当发展 国际公理何在呢 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的高端 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 公平竞争何在呢 所以讲的是美国你没有信用 你没有自信 你没有道理你不公平吧 好所以来 现在还真的马上就有个例子给你看 美国是不是真的是在搞 不公平的竞争呢 要不然的话 为什么美国参议院 要针对药商 中国的药器来动手呢 来蔡委员 王毅的话是针对布林肯而来的 布林肯发明了一个 餐桌菜单论 意思是 美国要在餐桌上 中国你最好在菜单上面 那中国如果要变成这个餐桌 坐在餐桌上 美国就很可能变成在菜单上面 这是布林肯的理论 所以王毅今天这个谈话去回应他 餐桌每个人都可以坐 为什么一定要在菜单上面 是谁能够吃谁 大家每个国家不分大小都应该这么做 他的开场白这样 所以才会引申出来问 你怎么没有大国之心 你怎么会担心别人跟你一起坐在餐桌上 你只许中国坐在什么菜单上就低端了 高端的就坐在餐桌上 所以引申出来就直接了当的反驳他 但是美国打压中国的行业 已经从半导体延伸到的药物的制造上面去 中国现在发展出一套 像我们晶圆代工模式的这个药品发展 数语上叫CRDMO C是contract RD是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那MO是manufacturing and organization 就是说你这个要做药品 要做药品开发 你不用自己搞一套设备 你只要把设计图配方研究好了以后 我帮你试做出基本的样品出来 我帮你做试验 我帮你制造出一些药品 然后呢帮你把这个药品的这个成分 把你弄好 你自己拿去市场上做临床试验 所以你药品就不用自己去搞一套设备 搞这个 就像晶圆代工一样 晶圆设计好 设计好以后 他不用做 不用有一套设备 那设备很贵啊 你为了做一项药品 就把一个设备弄好 那你如果没有太多药品的话 那设备就浪费了嘛 我们台湾的工业研究院 也有为了外科 因为我们本钱没那么多 外科也有个CRDMO的一套系统 所以要做眼药的什么东西 那这些药厂可以直接找他来帮你试做药品 这个叫做药品制造过程里面的代工工作 简单讲说叫CRDMO 然后大陆这个有药名生物 药名生物其实它英文名字叫无锡药品 它只是中文翻译成这个药名 但是事实上它的英文叫无锡 那这个公司是美国大药厂 Ali Lili就是里莱制药厂 在亚洲最大的药品开发代工工厂 所以美国通过这个生物安全法 就告诉里莱以后不可以请中国人帮忙做代工 简单讲是这样子 你讲什么生物收集要骗人的 对不起 刚好我一个朋友投资这个行业 所以我蛮懂的 我觉得他笑嘛 你说做这个要的 你说要美国公民的这些DNA书记 里莱就会提供了 你都里莱拿不到吗 里莱弄得找人家代工而已啊 就像说台积电你说他很会做半导体 可是半导体设计不是他的专长 你说做AI怎么设计 不是他的事 IC设计是他的上游 对 就是说你NVIDIA设计好了 我帮你做出来 这是我的本事 对不对 我的专长在这里 那你要NVIDIA要设计什么东西啊 你去收集什么材料 你把材料做成固定的规格 我帮你做出来 这样子而已嘛 那你里莱当然去收集美国的DNA 不然你怎么去设计药方呢 药方你做不出来 我设备站嘛 就像现在讲的 好像是中国人在收集 对嘛 但是简单讲就是 在切断美国药物找中国代工 避免中国这个行业壮大了以后 很多中国人要做药的时候 弄一弄一弄 不会做的时候 哎这个大宗兄你帮我做这个 哎呀你帮我做这个 所以药物的这个产业 就会快速成长上来嘛 可是基本上要有订单 订单目前为止还是来自美国 所以这个为什么说 这个生物安全法律通过了以后 让人家直接想到 切断美国大药厂 请中国的这些 这些所谓CRDMO的制药科技公司 来代工的生意收入嘛 所以药明生物的股票 才会应声而跌嘛 是 不过现在公司已经回应了啦 好那就看股价能不能够指稳 因为这个参议院做出这样的一个 因为他把你客户端给切掉了 百云是这样的 就说再怎么样都不能让中国大陆 来赚到这个代工的钱 而且会提升中国到制药的水平 是 简单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就是什么 这就是第一个 所以讲到什么DNA 那骗人的 你别中计 这都骗人的 好 所以这个王毅才会问嘛 美国好像一听到中国 这两个字就紧张焦虑 现在确实是这样反应了不是吗 所以大宗老师 你看不仅是刚刚这个蔡委员 讲的半导体 生物科技啊 然后还有AI啊 AI现在是新兴的重要的发展的产业 结果后来他就提到说 其实呢 习近平有提出全球人工智慧 治理的倡议 已经讲过中方态度跟主张 但现在有部分的国家 是在人工智慧搞小院高墙 这是会阻挡各国的科技发展 不是你挡住中国而已 是各国的发展 而且也会破坏国际产业链 供应链的完整 不是吗 所以现在王毅也针对 特别针对这样的新兴科技 也严重了表态 老师 对 我觉得我就不是很乐观 因为刚才讲的 不管是生物科技 AI 或是过去所讲的 所有各式各样的科技领域 甚至像是一些在疫情期间 本来应该可以合作的 但到后来我们看到什么 其实都不是一个合作的契机 反而是一个竞争角力的新的场域 那这一次我觉得又是如此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一个 美国目前的心态 我们还是要理解 就是我觉得它有点是风声鹤唳 一招被蛇咬十年怕吵神 那进入到21世纪到目前为止 大概30多年 对美国来说就切两半 第一段是从911事件开始 它全部的重心因为被攻击了 所以全国上下精英的心理 老百姓的这种心态 就是在反恐 可是到了后面这15年 一直到现在 另外四个字跑出来 叫做大国竞争 因为当这个恐怖主义 恐怖攻击不再是主轴的时候 那中国的大陆对美国 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危险 跟挑战就浮出来 所以从欧巴马后期 到川普到现在拜登 到未来的四年十年 我觉得基本上是大国竞争 所以任何的事情 只要跟中国大陆相关的 不管是什么 包括在生物科技也是 不觉得很像吗 他说什么精英的这个数据 不是很像之前 一直在讨论TikTok 也是透过这个 在收集一些美国的一些隐私 隐私数据等等 但是这样的 我们可能觉得说不可思议 但对于国会议员来说 你看这是参议院的 国土安全委员会 11票对1票 那参议院会有他的法案 目前众议院有他的版本 可能会在修 但是应该一般的预期 参议院最后应该会达到 一个共识 一个一致性版本 最后搞不好 拜登就会签署 那后面我觉得反映出的是 一个心态 虽然先不管 精英的数据可不可能 中国大陆有没有这样的 企图跟能耐 但这个就是一个新的领域 那那个找中国大陆代工的 美国企业怎么办 就惨了 但是 图像跟着叠 但是这不是唯一的例子 我们之前这几年 所有的产业不是都是很类似吗 因为对美国来说 现在就是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大的氛围 跟大的一个竞争性的架构 所以 有些地方可能 该牺牲小我的 你要是要牺牲小我 要成全一个美中战略竞争 因为美国是要获取最终的胜利 他已经讲得很直白 只是说我不见得要跟你发生战争 但长城的战略竞争 美国拜登的文件 从头到尾讲得非常明啊 要获取最后的胜利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